丫头以前飞到巴厘岛一边工作顺便旅游 但没想到抵达第一天就出状况 换钱的过程中似乎被偷偷动手脚 丫头偷偷她和朋友们 当时挑了一间汇率比较好的店家换钱 当他们拿出500元美金时 店家将钱分成300-200元美金先后兑换 丫头形容再换300元美金时 对方像变魔术一样跌了好几天 虽然余光有看到店家手在变来变去 但因为她太害怕被抢劫 所以没有特别注意店家是否有按自动手脚 而她当下清点完金额是对的 但回到饭店后再点一次钱 却发现少了200万印尼顿 她知道不一定是店家拖动手脚 但只能说店家手在那边换来换去的时候 可能就把那200万给摸走了 丫头也借由自身经历叮咛大家 换钱时不要所有人一起点钱 应该一个人点就好 另外一个人负责盯着他们看 真的要小心点